福人大学竞技啦啦队舞蹈表演展现活力满点的运动精神 113年国庆升旗祭祝活动 除了升旗典礼、国歌领唱及表演活动外 今年特别规划国庆慢跑活动 将由市长蒋万安陪民众在市政大楼周边道路一起晨跑 完成后还可以凭参赛手环 兑换慢跑豪里、国庆限定运动浴金 去年是毛巾、今年是浴金 所以就更大调、更有特色 那把我们非常双十的感觉、国庆的感觉 就放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台湾制的浴金 这部分我相信今天呢记者会完之后 下午两点开始大家就去民政局网站 就是相关登记 那大家知道今年对台湾事来讲 我们是连续的活动 10月5号呢是承接了我们中央委托给台北市 办国庆晚会 那10月10号呢就是我们例行的 每年都会双十国庆升旗 那从蒋市长开始我们推幅了慢跑 就是跑我们的市政府三圈 一方面呢提醒大家跑出健康 一方面呢在国庆日也跑出国家的希望跟未来 所以呢这个部分都希望是亲子共同来 所以虽然说呢我们登记 但是大家记得可以把全家人都带来跑 只是说当然因为礼物是限量 礼物是限量 所以呢要请大家一定要跟他来登记 那我们当天呢就刚刚主持人提到 不只是有升旗 有慢跑 我们还有市集 所以呢整个会这样的热闹 再加上明年是我们台北市 新北市的重头戏 就双北的世界壮年运动会 所以除了郁金之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运动的闯关 闯关之后呢还会有个精美的小礼物 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呢当天可以跟着我们的熊赞 还有我们的壮宝 就是市壮运的吉祥物壮宝 共同呢明年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世界壮年运动会 今年舞台区现场表演更是全新升级 邀请卫犬龙啦啦队带来活力四射的应援曲 暖身操 现场还规划20家摊商 包含早餐甜点小吃饮品及文创小物等内容精彩丰富 好 刚刚讲到我们的演出团体 包含魏犬龙啦队 成功高队一队 还有我们的台北市原住民族合唱团 带你们的大家一起来感受国庆的气氛 那大家非常期待我们这一次慢跑的限定浴金 还有更棒的是 壮宝熊赞市长带大家一起暖身操 好 刚刚讲到呢我们的市集品台混市集 以及这次还加入了我们的运动体验摊位 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局 今年国庆慢跑活动以线上登记抽签 现场报道方式办理 即日起到10月3号中午12点前 到民政局网站最新消息区报名 登记完成即可参加抽签 将由电脑随机抽出3500名幸运额 也欢迎民众西家带卷一起来参与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导 有关注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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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注文字幕提供